《唐明皇》播出了32年 林丰兵版杨贵妃依旧不可超越 平野版杨贵妃过于艳俗 穿着抹胸裙和皇上骑马 放荡轻挑就像风尘女子 李丽华版杨贵妃眉毛飞起 眼睛瞪得像同龄 虽然威严却失去了女人味 而徐璐版的杨贵妃则一脸苦相 十足小家子气 影视圈中杨贵妃这角色被翻了成千上百次 但是经典唯有林丰兵 《唐明皇》中林丰兵饰演的杨贵妃 夫若凝脂 芙蓉如面柳如眉 少女时期娇憨可爱 中年后成熟妩媚 是真正的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32年过去了 这部剧的口碑居高不下 而林丰兵饰演的杨贵妃 则成为不可逾越的经典 三郎 我要永远永远伴随你 安度这太平盛世 而经典的产生往往是偶然 林丰兵学刀马蛋出道 他擅长舞刀弄枪功夫了得 在《西约2》里 专演金国英雄 如樊梨花 木桂英等角色 按照原本的人生规划 林丰兵会一直待在戏曲界 为成为京剧名领而努力 可惜 一个意外改变了他的梦想 15岁 林丰兵进入变生期 他的嗓音变得沙哑 颤衣明显 说话磕磕绊绊 作为戏曲演员 这嗓音显然不及格 那段时间 林丰兵跟着母亲四处寻衣问药 无奈嗓子一直没有好转 这也意味着 他的刀马蛋之梦破碎了 我姐姐林丰兵妈妈 她的声音就像金嗓子一样 我那时候叫她百名鸟 我在她面前就是左嗓子 就不会拐弯了 你知道那种感觉非常自卑的 为了某个好出路 1982年 林丰兵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成为藏金生李云 严小平等人的同学 她的人生也走向另一个阶段 作为80年代的第一美女 林丰兵戏约不断 很快就成为荧幕上的时装女郎 红极一时 那时她的身高一米七 高鼻梁 鹅蛋脸 长发飘飘 因为过于美貌 林丰兵常常饰演花瓶类的角色 一个女演员的梦中 她是演员夜会 纠缠在沙小舟 沙之星两兄弟之间 情感混乱 在《死期临近》中 她是美丽的女主持卢静 穿着华丽的礼服 戴着隆重的首饰 光彩夺目 随着电影的火爆 林丰兵成为美的代名词 风光一时无两 可林丰兵本人并不开心 他们从荧幕上判断林丰兵 从角色来评价林丰兵 定位林丰兵 把我推向了一个时装女郎的 一个花瓶的这么一个境地 为了证明自己的演技 1990年 林丰兵向唐明皇剧组自建 为了贴近杨玉环的形象 林丰兵不惜增肥30斤 他每天吃五六顿饭 吃巧克力蛋糕 甜品等高热量食物 两个月之后 林丰兵的身体逐渐的丰满 脸盘子圆润了 左骨没了 双下巴有了 可这样 也只是外形上贴近杨贵妃 林丰兵还要演出杨贵妃的神韵 剧中少女时期的杨玉环 纯真可爱 并不眷恋权势 嫁给唐明皇后 杨玉环被迫卷入权力斗争 杨将因她平步青云 杨国中霍乱朝政 逐渐引发安始之乱 唐朝衰落 错在君王 杨玉环本人没有霍乱朝政 但是朝政因她而乱 马威颇前 皇上为了稳定军心 不得不刺死杨玉环 这就是贵妃的爱情悲剧 如果罪在臣妾一人 就让臣妾一死 谢陛下 林方斌饰演的杨贵妃 既有小女人的天真 对唐明皇爱得纯粹 也有妃子的聪慧大气 为国家赴死 人物有深度 有层次 除此之外 杨贵妃还有七段独舞 包括最著名的泥商与衣舞 全都是林方斌亲自跳的 要知道 林方斌学刀马蛋出身 舞刀弄枪 眼惯了威风凛凛的金国英雄 而杨贵妃则骄饶妞 其舞蹈更是柔美动人 怎样细致地呈现出杨贵妃的骄 拿捏好她的妹 成了林方斌每天都在思考的事情 为了这一刚一柔的转换 她每天跟着老师苦劣舞蹈 整个人脱胎换骨 灵波舞中有一个 缓缓下腰的动作 她肢体柔软 眼神温柔寒情 我的七段独舞 一个替身镜头没有 都是林方斌拍的 对比当今娱乐圈现中 而林方斌为演戏增肥 苦练舞蹈 走路人物 眼神丰富游戏 她能成功 不是偶然 那个时候不知道值不值得 就觉得对得起角色 对得起导演 对得起观众 唐明皇播出之后好聘如潮 林方斌拿奖拿到手软 一把扯掉了花瓶的标签 之后 她陆续接拍了燕子李三 白发魔女传的电视剧 名气越来越大 可就在事业的巅峰期 林方斌又做出了一个决定 退出娱乐圈 林方斌出生于军人家庭 父亲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为她取名方斌 是希望女儿可以像军人一样 正直 勇敢 善良 林方斌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 作为演员 她可以随时为角色牺牲 拍《唐明皇》增肥30斤 拍燕子李三 则一下减掉45斤 刁维亚拍打戏 从不用提升 可因为长得漂亮 事业发展好 林方斌多次被剧组的同行 嫉妒暗算 拍摄优古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1998年 林峰斌接下《水浒传》中 潘金莲一绝 不料戏还没拍 他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彼时的林峰斌已经33岁 属于高龄产妇 而多年拍戏 也令他累积了一身伤病 哮喘 腰键盘突出 健康早已亮起了红灯 他们预言我60岁避瘫 他说因为你压迫神经 整个变形 如果现在不要孩子 以后或许就再也没机会了 拍摄强度大 身体频亮红灯 种种思绪纠葛在一起 让他在和家人商量之后 做出一个决定 我是坚决要孩子 经此一遭 林峰斌心里更是有了退圈的念头 担心潘金莲在大众心中 固有意向不好 连累孩子 所以聚演了潘金莲 而成名之后的过度曝光 孩子以后的成长问题 更是让他痛下决心 在家庭和事业之间 他选择了家庭 逐渐退出影视圈 在名利尚未远离我的时候 我要主动远离他们 林峰斌的爱人 是中国广播艺术团 交响乐团指货家李玲 两人相识于学生时代 当初 李玲跟随老师 去长春电影制片场 做毕业实习 在剧组 李玲对16岁的林峰斌 一见钟情 可林峰斌身边的追求者 太多了 富豪 导演 大明星 李玲凭什么打动女神呢 那时候没有手机 通讯不便 李玲就每天 给林峰斌写情书 一天一封 每一封情书 都是热血沸腾 特别有感情 因为每天一封信 应该是623封情书 我觉得 被他这个情书 因为每一封情书 都是热血沸腾 特别的有感情 两年的时间 632封情书 李玲的真心 终于打动了林峰斌 1987年 他们如愿走入婚姻的殿堂 孩子出生之后 林峰斌逐渐隐退 他放下女明星的光环 穿上围裙 给老公做几道爱吃的菜 陪孩子学习 成长 而李玲对林峰斌 也极为呵护 平日里没事 就给林峰斌送礼物 制造小惊喜 日子甜蜜 也有趣 在林峰斌怀孕之后 他请假回家照顾老婆 十分用心 夫妻恩爱和睦 孩子也健康成长 在他们的影响下 儿子李星辰 从小就成绩出众 继承了爸爸的音乐才华 弹的一首好钢琴 比赛屡次获奖 更是在国家大剧院 演奏还举办了 个人独奏音乐会 不光如此 长大后的李星辰 也开始跟随母亲 儿子李星辰 这是一个换线的 音乐会 是的 那我叫做 有些人 有些人 跟随父亲 但我就推动了 他但是 我也是 有个人 我为什么 你 感谢观看